嗨 大家好 我是Mean 今天想要拿什麼廚房間呢 好 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四種我覺得最重要的跳高方法 就其實有很多很多人就會 不管是私訊我或者是在底下留言 就會很想知道怎麼樣跳更高 那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最重要最影響跳高的四大因素 好 那四大因素就是 生理 動作 心理 還有裝備 那他們之間其實沒有一定的順序 就是我必須要先具備這個才能具備那個 其實他們都是同時進行的 所以他們會互相幫助 假設我身體條件變好了 然後加上我的裝備我可以跳得更高 那或者是我的動作有做一些調整 然後再加上生理上的那個肌力的發展 那整體來說就會讓自己有越跳越高的趨勢 那我們就開始囉 那第一大因素當然也是生理 就是所謂的我們的肌力啊 或者是身體狀況 那基本上我們想要跳高 我們一定要有一定的體能 就是所謂的爆發力 那當你的體能條件不夠的時候 如果跟人家一起跳高 那你的起跑點就會比人家低了一點 那身體上我們通常不要在乎的是 肌力 體重 專注力 肌力我們可以透過像重量訓練 然後還有適時的收抄放鬆 用這種方式去提升自己的那個肌肉量 然後去達到說我們可以讓肌肉量越來越多 然後我們就可以跳得越來越高 那重量訓練的部分 我在這邊有分享過很多菜單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當我們的球越打越久 球員位置的那個分配就越來越明顯 所以可能是我就是打大炮 他就是打快攻 他是大拘球 那相對來說 他們需要的那個肌力條件會不一樣 我可能會比較需要就是 長距離的助跑起跳 那快攻的話可能是短距離的助跑 然後快速起跳 然後或是快速橫移 然後舉球的話可能就是需要全面的平衡 就是不同的位置 他們會需要不同的體能條件 那這些條件是必要的 只是你打到越轉鏡的時候 你再去做一些這樣的調整就好 那基本上我們會需要的體能就是 一樣是跳 一樣是跑 然後還有核心 所以這三點我們一定不能放掉 那如果說是之後比較像專項的部分的話 這些就是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另外就是剛剛有說放鬆也很重要 就是適時的收抄 然後冰敷 熱敷 就是用這種方式讓我們的肌肉可以有一些緩衝 因為當你的肌肉疲勞的時候 其實你會跳不太起來 可是你有適時的放鬆 讓他恢復他肌肉的彈性 那他就可以無時無刻的為你工作 就是幫助你跳 然後再來剛剛就說到體重了 那體重部分我們不會要求說你必須要在幾公斤以下 我們反而是去要求體脂 或者是體脂 就是我們可以希望體重可以稍微低一點 但是不用太低 不用非常刻意說我一定要八塊肌 就是不用受到說真的整個人都這樣凹下去了 那基本上我們會希望我們的體脂率是越來越低的 就是我們可以把重量放在肌肉上 而不是放在脂肪上 那再來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專注力的部分 那專注力會影響很多東西 就是像你接發球好不好接 擊球扣球的時候會不會一直 一直擦淚 或是專注力不好的時候 其實真的我們打球的誤差會很大 不管你是做什麼運動 其實專注力都非常重要 那專注力我們可以靠什麼心肺耐力 這種方式然後去提升你可以在一定的時間長度之中 保持一樣的專注能力 總而言之 體能真的很重要 那這邊再跟大家做一點小分享 就是我覺得吃東西很重要 就是當你打球之前 如果你沒有稍微吃一點點 就算是輕食 就算是任何小小的東西 餅乾也可以 如果你沒有吃任何東西的話 其實因為整個比賽裡面 我們會非常大量的消耗體能 因為排球是還蠻多 就是一直抱不斷爆發的運動 但如果說你沒有吃點東西的話 你可能 你可以第一次跳很高 第二次跳很高 第三次就 越來越低了 所以我覺得 適時的吃點東西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說 大家想知道我平常都怎麼吃 那以後也可以看看 有沒有機會來跟大家分享吃的影片 好那第二大因素就是動作 那基本上我們就會覺得影響跳不跳高 最直接第二個原因就是動作 因為有些人的動作其實 大家看得出來一定看得出來 他動作就是卡卡的 就是可能擺臂的時候 整個動作流程都很不順暢 不順暢的動作其實我們會很難讓 整個人的那個動力是一體成型的 因為我們這樣斷斷續續的去做動作的話 其實就等於是你就幾乎是原地起跳 所以 從助跑到起跳的串連非常重要 所以要趕快去熟悉你的整個助跑攻擊的流程 好那動作流暢度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你可以旁邊 拿手機在旁邊錄影 那自己做一些起跳的動作 不管是原地跳 然後助跑跳或者是側柄跳 像原地起跳的時候就是我們蹲的程度 可能有時候太高有時候太低 然後太高太低其實都不會是一個好跳的方法 所以我們要去透過好幾次一直跳一直跳 然後去找到那個你覺得跳起來最高 然後最舒適的角度 那側邊跳的部分我們就是籃網 側邊跳的部分我們比較常會 會出現的問題是重心轉換 就是我們在起跳的時候 就重心偏出去了然後再起跳 這個會跳不高 然後或者是我們在側邊起跳 我們在側邊步的時候結果 還沒到位 再多踏兩步然後再起來 這時候它也會影響你的起跳高度 你可以先找到原地起跳最好的蹲的角度 然後去直接蹲在那邊 然後做側邊起跳 這也是一個方法 那另外就是助跑跳 攻擊步跳啊 或者是跳攻擊步 然後就是這兩個方式就是你必須要 一樣可以依靠錄影 然後去看看去觀察自己的那個起跳 起跑的 助跑的動作是哪裡不順 因為有些人 因為有些人可能 在助跑的時候還在想腳步 其實這是 早期剛開始打球的時候 滿常會遇到的問題 那就是你必須要去把它當做 身體的反射 就是你可以隨意去控制你的攻擊助跑的步伐 可能大可能小 因為我們在這邊 就是做一些那個自拋扣的動作的時候 那其實我們會故意把球拋歪 就很像我們平常遇到修正球 或者是舉球員可能沒有舉好 然後我們會透過助跑腳步的改變 然後去調整起跳點的位置 這時候就來了 很重要 你必須要讓你的攻擊步伐很順 然後還可以做一些調整 你可能從三步變兩步 然後從兩步變四步 然後還可以變大步變小步 這樣你的攻擊就會進步 而且你跳的也會變高 就是你的速度你的重心 然後它的動能轉位能 這些東西全部一體成型的話 那個高度就會出來 這是必須要透過長期訓練 所以剛剛那支影片記得去 拿去試試看拿去練練看 然後讓自己的攻擊步伐 變成一個人體反射的一部分 好那再來就是第三因素 就是心理 心理的話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 怎麼可能會有影響 好那這邊就跟大家說一點 如果說你害怕落地 你怎麼敢跳起來 對不對 就是我們其實很多人會害怕落地 可能會踩到對方的腳 可能會自己沒踩穩 重心沒有放對地方 然後就扭傷了 就是會有很多很多落地的因素 然後造成自己受傷 那其實會是一個心理壓力 你可以想想地板太滑 像下雨之後室外場地板都滑滑了 可是結果天氣放晴了 大家一定會出去打球 這時候地板滑滑的你敢不敢跳 大家會敢原地跳 但是助跑跳很容易滑倒 所以相對來說就不會那麼敢跳 那這時候你們就一定會跳不高 好那所以我剛剛說了 生理也是會影響心理的 那基本上我們會透過一些體能訓練 一些落地的體能訓練 然後去練習腳踝 然後還有落地的動作 去讓自己的內心恐懼不會那麼大 可以透過練好落地動作 還有那個動作掌握度 也就是那個動作協調性 我們可以透過這兩個方式 然後去改善這件事情 因為你的動作越協調 越流暢的話 你就不會怕說飛過頭 因為我可以控制他我在哪裡落地 另外就是我們要在場上 我們必須要隨時觀察隊友 或者是對手 因為有時候對手可能也會飛過來 然後他攔你的時候你起跳 然後他落地結果你踩下去 這也是很常見的東西 然後還有跟隊友一起 並攔網的時候 結果不小心踩到隊友的腳 所以這都是大家必須要去 要克服 這樣才可以幫助自己跳得更高 那另外就是 我們會因為一些比較正式的比賽 或者是比較關鍵的比賽 然後讓自己身心非常緊張 那心裡緊張的時候 你的肌肉也會跟著緊張 動作就會變得很僵硬 然後我們就會因為這樣子 影響到剛剛所謂的動作協調性 動作協調性降低了之後 我們就跳不高啦 所以這時候其實強大的內心 可以讓自己跳得更高 那這個怎麼訓練呢 我覺得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法就是 異鄉訓練 就是我把練習都當作是 比賽的最後一分去打 所以我必須要打得很漂亮 練習打得漂亮 你比賽才有可能會打出漂亮的球 可是如果說練習都打不漂亮的話 你比賽真的很難會打出漂亮的球 所以我們要把練習的每一顆都當作是 比賽的最後一顆球 然後去不斷的去拼這顆球 把這顆球處理得漂亮 所以其實會影響心裡的東西非常多 那心裡被影響之後 它會直接的影響生理 所以強大的內心搭上強大的身體 然後再加上你的動作協調性 你就出師了 好那最後第四大因素就是裝備 那裝備的部分我會覺得影響跳高不少 因為其實不適合的裝備 你會覺得身體卡卡的 或是哪裡不舒服 在不舒服的環境 你很難拿出百分之百的力量 尤其是貼近身體的這些衣服啊 褲子啊 球鞋 球襪 這些東西都是非常講究的 也應該要很講究 因為當你已經不是訓練階段 而是要追求更好的表現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有更好的裝備 然後去提升你的表現 那但是你還是在訓練階段的話 我覺得不要太著重在裝備 先有必要的裝備就好 不然你有太好的裝備 或是太多的裝備 你就會變成裝備哥 就基本上我們會有必需品 就是可能我的手肘有救傷 我要袖套 我的膝蓋有受過傷 我要保溫帶再加上呼吸 或者是我的前十字能帶有些不舒服 那我需要一個加壓帶 是必需品的話 我們再加上去 那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訓練階段 不用到那麼頂級的裝備 因為你會燒很多錢 但這是我覺得啦 就是球衣的話 我們就是穿自己舒適 褲子也是 然後襪子的話 就是那種表面都是平平的 沒有仿狀沒有仿墨 這些功能的話 這個襪子很容易磨損 尤其是那種 有些比較普通的襪子 他們很容易鬆弛 多洗幾次就鬆掉了 這就是必須要去顧及的東西 那你可以 買一些品質比較好的襪子 買一些品質比較好的球衣跟球褲 我們有時候 我們買一些普通材質 沒有什麼彈性 沒有什麼延展性的話 我們在做動作的時候會很卡 它會繃住你的大腿 然後你想要起跳的時候 其實有一部分你的大腿會被縮住 你沒有辦法拉到最開 然後再起跳 因為我們的肌肉群 他們都要透過伸長或是收短 這些方式 然後去讓我們的動作 有一些我們想要的表現 所以起跳的高度也就會被影響 那另外就是起跳的話 我覺得很影響的就是球鞋 我之前在這邊有跟大家分享過一些 挑球鞋的一些 算是美感 就是其實我們在起跳 我們會很需要整個腳是能夠串聯的 而不是只有腳尖踮地 然後起來 然後結果腳跟力量就不見了 或者是如果說鞋子不夠好 多落地幾次 雖然我們自己沒有感覺 但是其實肌肉們 他們都會再做一點點一些些的緩衝 但是我們沒有自覺 可是這其實會影響就是肌肉表現 會讓肌肉覺得很累 很容易累 那我們的落地 如果說鞋子可以幫助我們落地 這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挑鞋子 挑衣服 挑所有的球具 都很重要 好那就是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覺得 基本上你還在訓練階段的話 其實這個就還好 大家可以去評斷一下 就是自己需要的東西 然後跟想要的東西 好 以上就是我覺得 比較重要的四大因素 大家應該認同吧 對不對 如果不認同可以留言跟我講 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 我覺得這比較主觀一點 就是我會覺得這些東西 一定會影響我跳高的表現 那其他的什麼 像環境因素啊 可能 吵雜 雜音那這些 我覺得 這是其次 就是 我們 不會每一次都遇到一樣的事情 那這四樣的東西 我們如果說 我們自己不去改變的話 別人也沒有辦法幫我們 那我今天是跟大家分享 這四大因素 還有我覺得 比較適合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去體驗看看自己身體的變化 那我這邊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這些東西 沒有辦法說 我今天要練心理 我今天就會變好 我明天練生理 我後天就可以跳得更高 這很難 這不行 這個是打不成的 但是我們必須要透過長期的訓練 就是 今天練心理 然後明天練心理 後天練心理 大後天練心理 再下個月也練心理 然後同時進行 我今天中央訓練 明天中央訓練 然後下禮拜中央訓練 然後下下禮拜再中央訓練 他們都是需要長期累積而來 這樣子 就是慢慢的累積 慢慢的累積 你到後面才可以表現越來越好 然後 當然我們必須要透過長時間的觀察 才可以知道 我們是不是成功 好 那今天的處方煎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那希望這次處方煎 大家吃下去之後 每個都大補貼 然後每個都盡三米 都跳超高 如果還有什麼疑難雜症 記得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你怎麼會不會加啊 你怎麼會不會加啊 我會包窮 去看自己的影片 等下我要講什麼 啊對 太久沒錄了 講街球遊戲 就是訓練這個比較好的方法 我覺得是 意向 因為肌肉們 因為我們的肌 因為我們的肌肉們 因為我們的肌